接上个视频咱们看一下双光球机晚上的效果 它这个灯是自动会变化的 比如说近处它就下边灯亮 远处的话就是中间那个灯亮 红外灯也同样自动会调节 直接看效果 60米外白天的效果 这是晚上白光灯开启彩色画面 同样的位置 同样位置 红外灯开启黑白图像 这是200米开外 白天的效果 同样位置 晚上白光灯开启 同样位置 黑白图像就是红外灯开启 这是白天啊 很清晰 高压式都能看见 再看晚上 因为它在路灯下边 同样能看清那个字啊 因为周围有路灯 再看一下红外灯开启 黑白图像 很多人关心晚上能不能看清车牌 看这是看不清楚的 不管是红外灯开启还是白光灯开启 它都会反光都看不清楚 这个效果给大家对比完了 你是喜欢晚上开启 你是喜欢晚上开启红外灯呢 还是开启白光灯呢 个人感觉开启白光灯的话 效果会更好一些 现在开的就是白光灯 也欢迎大家在视频后面发表自己的看法 咱们下期见 拜拜